国际控委外籍机师说 在自己国家打过疫苗 但是台湾却没有承认 所以现在变成疫苗孤儿了吗 因为你在台湾法规 就是等于没打过疫苗 所以包括政府 对于机组人员陆续松绑 但是完全没有外籍机师的份 每一次来到台湾 还是要居家检疫七天 那现在民航局也表示了 已经在商讨国外疫苗的施打认真